如果你家有一个花园 甚至只是一个小阳台 你都会希望能够精心设计它 也许你会需要像一个园艺专家 来咨询植物的选择 也许你会需要一个设计师 帮你画出精密的图纸 但是你永远是你自己家花园的第一设计师 我的花园也全部都是由我一个人来规划设计的 但我并不是专业的园艺设计师 我甚至连植物都不太了解 我完完全全是凭着蚕食来进行规划与安排 我的花园也并不完美 但是我从来没有对我的规划与设计失望过 因为我最了解我的花园 我最了解我自己一家人需要些什么 我也最了解我自己喜欢什么 擅长什么 同样道理 你也一定是你自家花园最好的总设计师 我们家位于街角是一个corner lot 后院的形状非常的不规则 除了少量区域设计成四十番番的形状之外 其他的像草坪 花圃 还有贯穿院子的小鹿 都采用了曲线的设计 如果你家是一个四十番番的小庭院 运用曲线的设计 可以起到增加视觉的面积 以及丰富层次的效果 如果后院的面积不大 全部硬化打造成休闲区 是繁忙的现代人的首选 如果你喜欢植物 又不希望花太多的时间和成本 那么也可以打造成一个充满野趣的花园 增加一些简单的装饰和家具 就能够打造出高级感来 或者你又特别喜欢某一种风格 那么就可以多采用一些特殊的元素 来增强这种风格 但是我对我们家的后院 都没有这种特殊的要求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院子比较美观 实用能够让我们家的小糖果们 在这里杀野长大 我们家后院的面积 大约有三千平方尺 不管采取任何一种单一的形式 都不合适 所以呢我就将后院划分为 休闲的硬化区 省前的草坪区 专点美化的花园区 以及实用的种菜区 那个时候我对种菜完全一无所知 我也不认为我会花很多的时间用来种菜 所以当初规划给菜地的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面积 而且我所规划的这块菜地 也是离房子最远的 最基角嘎啦的西南角 2020年之后我也加入了种菜的队伍 现在发现菜地的确是太小了 不过今年我打造了一个平分过道 用来增加垂直的种植面积 而且当初菜地一规划好之后 我就马上建了一个大平分 这个大平分在我前面的好多视频里头都已经提到了 它不仅仅是菜地的遮羞布 它也给爬藤玫瑰提供了一个爬藤的空间 而且在平坦的后院里马上就有了空间感 在前几个视频里头 我介绍了几个我们家的平分结构 这个垂直空间的安排呢 不但丰富了整个后院的层次感 也让整个花园有了一步换景的功效 总之呢 这些平分结构不但非常的实用 而且还非常的美观 菜地出来就是我的花园和草坪区 其实草坪真的是最省钱的一种方式 虽然我们多数华人可能不太熟悉如何维护草坪 但是当你真正熟悉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真的草坪既省心又省钱 而我的花园呢 这么多年以来 还有这么一大半的空间 还等着我去填空 而硬化的休闲空间 它的成本造价就更不用说了 这是最昂贵的一个部分 我也非常了解我自己不是一个非常handy woman 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 我请了一个工程队 来帮我做了露台和patio 还有穿过运落的小路 另外也将菜地里铺满了石头 这样减少了一些除炸草的工作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即使你在上面铺满了石头 下面一定也要垫上厚厚的繁草布 才能够相对比较有效的防止杂草的生长 我们家这个露台面积还是相当大的 这个露台的设计是为了我们自己平时休闲使用 也为了朋友们来聚会使用的 因为它的面积较大 所以需要围起来一个部分 这样在上面活动的时候也比较安全 但是考虑到交通的方便 我在这个露台的上面都设置了可以自由上下的出口 这些大家在设计的时候都应该要考虑到 而且由于这个露台有几节的台阶 在冬天的时候居然可以打造一个充满乐趣的小小滑雪场 庭院里头总是少不了花花草草 不过在这几分钟的视频里头压根都说不完 关于花草呢 我主要有两个大原则 第一个就是种植的品种越多越好 可以有大树 有灌木 有落叶的 有产青的 有一年生的花草 也有多年生的花 总之你的品种越多 越容易达到生态的平衡 这样不但有利于花草本身的健康 还有利于你的菜地里头的分收 第二点就是依照环境来选择花草 比如说在备阴的花园里 那就要选择耐阴的花草 在全阳的地方就应该选择喜阳的植物 还有就是大树 树木越大 就应该离房子越远一些 像我们家的这棵子木 刚刚种植的时候 它的树冠才这么小 五六年之后 它已经长得这么的高大了 原来它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半日照的环境 现在在它的四周已经几乎是全阴的环境了 我们家还有一棵枫树 这棵枫树呢 在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和前面的松树 一起打造了一个秘密的松林花园 这让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安静隐蔽 又非常凉快的地方 秋天的时候 这颗红枫满树的红叶 点亮了整个花园 不管我们的院子是大是小 是精致还是简洁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憾 就像我们这个院子 一打开侧院的大门 视线居然落在了工具帆上 所以将来我会在我的工具帆前再继续打造一个视觉的中心 不过不管我们有多少的缺憾 我们的关注点永远都应该落在我们所已经拥有的事物上 这样我们的日子永远充满了平安和喜乐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虽然是我们家的一种设计方案 但依然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 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有心意的内容 一起打造有机美丽的花园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